曾經擔任多屆漢城華僑小學董事長的 喬領隨向勤 多年來耕耘喬教工作不遺餘力 因為自幼生長於喬社 也深刻了解有喬教才有喬物 所以總是希望透過教育雜根工作 將中華文化的種子埋進下一代子孫的心中 並希望孩子們將來能為台韓交流貢獻心力 也因為受到隨向勤無怨無悔付出的感動 當時漢小董事會推舉隨向勤為董事長 讓他更受鼓舞 2004年到2013年期間 漢小在隨向勤的帶領下 不僅董事會齊心合力修繕校舍 改革學校讓這個開校已有100多年歷史的漢小 徹底改頭換面 也讓更多韓國當地學生前來求學 我們漢小 開校已經104年了 這些年來剛剛我做東京開始 那時候已經是無稀多年 現在已經講這些方子已經是無稀多年 在中華民國立法院長王金平訪韓 在中華民國立法院長王金平訪韓 參加普錦會總統就職與僑界領袖茶會中 隨向勤以僑務委員身份 向王院長為呂韓僑胞權益陳情 或是在駐韓代表部邀請僑團代表送年晚會上致辭 隨向勤念字在字的 就是僑教與僑務 也希望深耕僑教 同時發展僑務 為僑界樹立良好典範 非常感謝僑委會到我們漢華 僑協來訪問 尤其呢 關心我們僑協的發展 那麼我們漢華呢 一直以來這裡建校已經104年 現在呢 通過董事會全體成員 大家共同的努力 學校的所有面貌 包括內部的教育程度 全部有大幅的改進 隨向勤對僑務悉心怒力 受到當地僑民的尊崇 堪春是僑技的典範